台中人考彰化農會遭勸退 什么年代了 真才居然还现用本地人 台中市何小姐向苹果投诉 全国各级農会聘任职员统一考试 明天就要截止报名 他向往農会的工作稳定 津贴多 到彰化方苑農会报名时 职员发现 他是台中人 就不断劝他放弃报考 还直白的说 职缺只录取当地人 不会录用外地人 就算外地人考上了 也过不了六个月的试用期 让他打消念头 何小姐不满报名简章 没著名只用当地人 怀疑农会有黑箱作业 早就有内定人选 农会解释是善意提醒 而非拒绝报考 该职缺有业绩压力 与外地人相比 本地人有基本人脉 比较能胜任 我们是自给自主 所以上次总干事 下次每一个员工 都必须要认真的来拼绩效 我们一共有15个来报名 有9个是外乡证 跟外县市的来报名 专家表示 就业服务法规定 不能限制或歧视求职者的 籍贯等条件 建议雇主可用面试 口试等方法 和考生充分沟通 以达到目的 动新闻 谢谢读者爆料 给您三颗苹果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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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词